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做了一下自定义错误日志 对不对 比原来的那种提示方式感觉要好一些 因为可以按我们书父的格式去显示 对不对 自己定义的格去显示 而且也不会破坏程序在下边显示 对不对 这种格式比较好的 但是这种格式比较好 假如说我们上线的项目 对吧 上线的项目 如果你这个错误日志 让用户看到 不管是你哪一种处理方式 那用户看到 你想他会有什么感觉 那用户咱们也给他分分准的 对不对 如果是普通用户不懂任何程序的 对不对 认为你的程序没做好 对不对 他会认为什么乱七八糟 对不对 提示一些东西他看不懂的信息 对吧 这样的用户会有很大的一批 那如果是懂程序的 比如说一些黑客 因为你错误信息暴露了一些你文件的位置 对不对 那有可能黑客会通过这些错误的信息干嘛 去攻击你的网站 知道吗 都是不好的 所以咱们要将程序分两个阶段来看 一个是生产阶段 也就开发阶段 一个就是上线运行的阶段 那如果程序一旦上线运行了 需要把所有的错误都关掉 对吧 这样的话用户看不到了 黑客看不到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开发阶段 你想象如果所有的错误如果都关掉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开发这也看不到了 对不对 那你写程序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程序哪也没出错 对 对不对 那一些隐含的问题 那导致你的项目是不能正常运行的 对对不对 没有谁说写程序都保证一点错误规划上 这是怎么不现实的 所以呢 开发阶段就要开启这个错误的报告 上线之后就要关闭错误报告 对吧 那这关闭错误报告这个很容易 只是一条指定的事 是在P2P程序里也可以设置 在配置的间里也可以设置 对吧 但是关掉了黑客看不到了 不懂程序的用户看不到了 对不对 那开发者也看不到了 对吧 那上线之后就不能保证里边测试都是通过的吗 对吧 比如说一些服务器发生问题了 或者是程序一些隐含的问题 对不对 是不是还得让开发者知道了 对吧 所以咱们原则就是开发的时候 所有的错误报告都开着 对吧 直接提示给开发者 这样的话很直观 我想该哪就该哪 对不对 一旦上线之后把所有的日志全关掉 就是把所有的错误都关掉 对吧 然后记录到一个日志里边去 这样的话这个日志只有开发者做到 让开发者他能看到 对吧 让黑客找不到 要不可能用户更看不到了 对不对 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这几个需要学的东西就是 如何将错误报告写到日志里去 对吧 很简单 我们来把P2P的配置文件我们打开 P2P.I配置文件 打开之后我们先找一下如何把错误报告给关掉 对不对 来 我们看一下 对 搜索一下 比如说 display 你看 看到这了吗 这个配置文件 干嘛 是不是将错误日志全部怎么办 对 是不是所有错误日志现在都是开着的 对吧 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哦 这样的话我们所有错误日志就关掉了 对不对 所有错误日志关掉了 就所有错误报告都关掉了对不对 关掉之后我们看一下程序 对吧 对 对 pass.peerp 还是我们那个程序 刷新一下 这是我们做错误类型处理里边输出了 我们改一下程序 我们还写 当然这个我们不改从企业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这个新去掉 还是回到最原始的 看到这了吗 然后我们再加一句 我们可以除了这种程序自动输出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一些提示的东西也可以想到而知 你看 这块 比如说数据库 连接 失败 这样的字符 我们也可以往日之里写 通过什么 ERORLOW就可以写到 那这些是不是程序自动生成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也可以往日之里写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改完配置文件之后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干嘛 重启一下阿帕奇 好我们看一下 让它变绿 对吧 我们看一下重启成功了 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一点错误都没有提示的 对吧 上线之后就要做到这样 用户现在是看不出错误的 对不对 用户看不到 现在开发这也看不到 对不对 开发这以为程序完美了 对不对 没有错误的 他也就不知道怎么调 对不对 没有错误的话 他就没法调 我们现在去显示知道吗 没有 没有 看一下配置文件 还得找到一条 什么 再搜索一下 对 查找一下 有一个是 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 把错误日志 它有一个选项是日志开启的 看这话 什么 是不是错误日志开启啊 对不对 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一定要开启 现在默认是开启的 如果开启的 你要是不显示把这个关掉 那么就是既不显示了 日志又看不到了 但是刚才那样的不显示 但是日志文件是开启的 就写日志里了 那写日志往哪写 默认写到了阿帕奇的日志里边去 看一下啊 这块 记住了 默认写到了 什么外本服务器 现在咱们用的是谁啊 阿帕奇对不对 阿帕奇的 怎么 错误日志里边去 那就找一下阿帕奇的日志在哪了 对不对 对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阿帕奇的日志在哪 我们打开我的电脑 先看看我们这个环境 对不对 我们装的是问候环境 看到了吗 这里边是不是专门有日志 对 里边阿帕奇的日志会有两个 一个是访问日志 一个是 错误日志 那什么是访问日志呢 我们打开看一下 就是哪个用户 什么时间访问了哪个文件 就是成功的访问都在这里边 用什么方法访问的 比如说我们看最后一条 对吧 这是最后一条 你看 什么 都是127.0.1 因为我现在是不是都是用本机做实验呢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时间也就是现在的时间对不对 用盖的方法请求了test 对不对 500 这个问题啊 前面成功的是800 对不对 然后下边是凑一些 下边是一些类型 那这是什么日志 是不是访问日志啊 就是所有的访问记录都在这里边 对吧 但这里边太杂太乱 一般的不看这个 一般的看什么 咱们找有问题的东西才查日志 对不对 所以一般的呢 阿帕奇会查看这个 咱们会查这个 什么呢 专门介入你 记录你访问出错的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条 看一下 这是我们刚刚的一个时间访问的 你看这话是我输出那段中文 他这里边没有专码看不到 对不对 你看这话是不是盖的tip提示我们 是不是这个方法 这话是前面这话 最先是一个tess的注意 对吧 然后他提示的不全 对不对 然后这我写的中文 这是错误 没有定义的什么 盖的3对不对 是不是提示就在这了 那假如我再 我把文件全部 怎么办 我现在全部清空一下 你看你再重新看一下 现在日志文件是清空了 对不对 现在我再重新访问一下 还是这没有提示 对不对 写到阿帕奇日志里边 我们找 这个文件 我现在刷新一张 对吧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文件 是不是写上数据了 我们刚才清空了 你看 这是我刚才的一些错误 不光是这个 还有一些隐含的程序的 服务器上的问题 这里边是不是都提现出来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们刚才发生的几个错误 这里边是不是都有了 看警告这个 注意这个 对不对 还有这段中文 对 这样的码码这块 是不是全看到了 对吧 默认是写到这个日志里边去了 对吧 这是阿帕奇的日志 这样的话 我们再查看服务器的一些错误制的时候 就能看到程序中发生的什么问题 这是写到阿帕奇日志的好复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咱们刚才看到了 写到阿帕奇日志查看的时候并不方便 对吧 而且那些格式很乱 咱们通常会把这文件用PSP文件处理 做成一些表格式 就是有的时候会有那些帮助 那我们如果把它写到操作系统日志里边 那操作系统一般都有个日志查看器 用那个查看书会更好一些 特别在定义系统下这儿是比较有帮助的 所以呢 我们如何把它写到系统日志里边呢 我们再打开这文件 刚才看到我们改的这个属性了吧 对不对 这个属性大家要记住 我就不把它记录到笔记里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你看 如果我们把这个选项开一看 什么呢 看一下这个选项 是不是错误日志 c term log syslog 对不对 那指定syslog 就指定系统日志了 这只是一个关键字 它就会写到系统日志里边去 那我们现在开启了这个选项 那我们现在再运行一下 看 重新阿帕奇 启动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启动成功 我们就被访问了 是不是启动成功了 好 我们现在重新访问一下 刷新一下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既然开启那个了 那我们这个系统日志里边 有什么变化吗 是不是还是刚才那个文件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系统日志怎么查看 打开我的电脑 右键 什么 管理 我的电脑 右键管理 然后看一下 这里边是不是有个系统工具 去 这有个什么事件查看器看到了吗 然后有个应用程序 然后信息看一下 2月12号今天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多程序 随便点一个看一下 这里边未定义变了没 这是不是有个事件查看器 你看这用这种工具去查看什么来源 什么事件 PSP文件什么地方 对不对 等等可以一个看一下 是不是跟阿拉奇里边写的 都是一样了 对吧 你可以一个一个点一下 那这块这个就应该是 我前面写的数据库 连接失败 对不对 那几个中文字 这就是事件查看器 那这种方法的总查操作系统的话 也不太好 对不对 那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用别的空间 用别的空间对不对 那别的空间 你是没有权利管理阿帕奇的 没有权利管理什么 管理操作系统的对不对 当然阿帕奇的认识 你假如是虚拟机的话 你有自己的阿帕奇的一些认识 对吧 阿帕奇认识可以针对美国虚拟机去制定 对不对 但是最好的方式是自己随意定义一个文件 对吧 要他写到自己定义的文件里 你自己是不是就可以管理了 跟操作系统没关系 跟阿帕奇没关系 是不是就更好一些 对吧 所以我们第三种方式设计日识 是把这个关掉 自己写个日识指定一个什么 指定一个文件 看到了 这块指定西盘 文文 log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下边 log下边 是不是它指定这 有peerp日识文件吗 没有 我自己指定一个 现在我重新开启一下 阿帕奇 不重新启动 好变化 我们再重新刷新一下 程序一样没有显示 对不对 但是在这块 会怎么的 是不是多了一个文件 peerp的错误日识 这样的话 就独立记录 peerp的一些错文件 你看数据过连接失败 中文件是不是都显示了 对吧 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但是文件位置 你可以自己选 对不对 最好是写 被写在外部服务器的目标 这样的话 黑客有可能找到日识 然后他就看到了你的错误 其实信息 对吧 这就是我们错误的日识信息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科件的介绍 首先这里边有这么多显像 对不对 提示所有错误报告 把错误关掉 日识开启 对不对 指定系统日识之类的 对不对 这还可以指定日识的最大长度 是不是就行了 还可以在peerp中 使用这个来记录日识 对吧 比如说登录失败了 日识写的位置 有三个地方 系统日识 这么查看 这里边有了 然后阿帕奇日识 和自定义日识文件 对吧 对 通过改几个选项不行 刚才这个过程 我不改peerp配文件 在peerp交本里也是可以的 听懂啊 配置文件能改的选项 在peerp交本都可以改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peerp交本里边 刚才那几个选项 我们可以这样 比如说ini指的是系统文件 side就是设置 看到了吗 比如说把刚才设置的哪个选项 像 对 Display ORS这个 对不对 设置成out 你可以直接在这写上 this play 对不对 e-r-o-r-s 然后 这边写上out 对吧 就关掉了 所有的选项都可以在这里设置 大家那我这里就不再演示了 你只要记住ini set这个函数 是设置配置文件的选项 还有ini guide 或许配置文件指定的值 这两个 好 那这节课咱们就要介绍这么多 主要介绍了 如何去处理错误日志 好吧 大家处理完了 别忘了 现在是做实验的环境 对不对 你后边的实验 在做后边的实验之前 最好把配置文件调回来 不然到后边的实验 有可能看不到错误信息了 对吧 别忘记这一点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realidade